來吧,我們這個強度應該很高 對上兩隻黑金龍的龍族 一次扶兩顆蛋,這個人好狠 來,哦呦,暴擊解決栽刀100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這我們的背包亂動呢 主要要來玩他新增的各種徽章 職業徽章呢,在第一輪的時候呢 有額外的25%之力可以取得 那在後面呢,他就是獨特 所以要取得要在很後期了 所以在第一輪有機會拿到 那拿到的話,玩法可能就會有大大的變化囉 我們現在先要狂戰士 那到底能不能拿到也不好說 但總之半價先拿起來放 然後呢,我應該是會試著一直刷 一直刷,沒刷到就不放棄 說好的這個機率呢 呃,我要刷到沒錢了耶 我,我,我,我再刷嗎?等一下 再刷下去嗎? 拿不到徽章 我,哇,這一輪可能直接要放掉了耶 我這個,我再刷一次 25%機會,刷了這麼多次 一個都沒有 真尷尬 結果剛剛這一場呢,還打到了生存戰 但是呢,輸蠻多的 最後呢,就用狗狗 暴擊流,還有加3分喔 OK,這樣還行 好啦,我們要再試一次 在白金場上,刷徽章到底多難刷 半價先買一下 現在的以免後悔 這,徽章真的有嗎? 它是存在的東西嗎? 我,真看不到耶 徽章呢? 再刷一輪 我們都刷到2塊錢的回合 欸,真沒有耶 這徽章,這25%真的是會出的嗎? 欸,那我這樣還可以贏喔 那我也是蠻扯的耶 就這一戰呢,我們要打到最後一輪 那對方呢,是非常完整的天命弓 再加上這個兩個盾跟鋼鐵黏 打到都卡住了 然後超多的星星小豬 這個強度真的還是很高 我們應該沒辦法 OK,但是我勝率其實還挺高的喔 最後只扣了兩顆星 又加分了 但我還是拿不到徽章 我就想拿個徽章,怎麼這麼難 我們 第三場 再拿不到 再拿不到 喔,有了 5塊錢 所以有幸運,有暴擊 OK,有囉 打破我們的武器 暴擊流要來了 既然會獲得幸運的話呢 上滿面具也許可以考慮喔 消耗幸運來加很多的爭議 那 3秒加1 那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再拿到更多的幸運呢 來,幸運慢慢加 那暴擊它是 只有2% 多 少很多啦 但是幸運會慢慢累加 其實還不錯耶 這比藍莓還好用耶 2秒多就加一個幸運 那 這個真是不錯 5塊錢 也不貴 那看來 鏟子先來一個吧 喔,對方也有 狼徽章 這個其實也很好 這個免費的狂亂狀態 那消耗一次 徽章 其實真的很強耶 喔,有耶 幸運 這樣代表我也能做幸運小豬耶 那甚至我可以拿到遊俠的弓箭嗎 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的喔 看一下 欸,有耶 還是把它做一個小小的加幸運的弓箭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會拿到兩種職業的東西 所以 不要拿到特定的東西其實 機率更低了 那真的運氣了 但是會多蠻多可能性的 哇,這個應該也打不了 傷害 還不夠 現在要暴擊真的還是很難 幸運3 幸運 幸運 2%2% 10%了 好,這個暴擊到 就很賺喔 OK,繼續 我們等職業 然後那個幸運就可以再轉成其他的 各種效果 我覺得強度應該會高很多 那我們之後呢 應該還是需要一個斧頭 因為他能裝的符文比較多 我們要走符文路線的話 所以弓箭其實是拿來加幸運用的 OK,那剩下一些加速的 應該 拿到另外一個幸運草還不好說 連蘿蔔都有了耶 蘿蔔 又可以加充能 不過對我們來說 可能是還好 幸運比較需要 對方2%吧 這 這可能有危險 耐力 有點不夠 哇,不行 對方有補血 喔,自盲好多喔 這個機率是35% 我們的狂戰士最怕自盲了 暴擊項圈 每個幸運加5%暴擊 欸 這個 如果我拿的不是薩滿的話 那幸運會累積下來 那 就可以留著用暴擊耶 哇,對方有彩虹耶 那彩虹又更加隨機了 5秒後是 每種增益都加1喔 哇,這個其實功能上就很強耶 全部加1很多耶 7種增益效果 哇,這 誇張了 但 這個加速下去 如果放在狂熱那邊 火焰木老師那邊 哇,增益會好多喔 哇,這個有辦法嗎 好像偏危險 哇,暴擊 我們九層幸運 加上這個項圈 暴擊有到63了 我的斧頭還差一點點 好 那 我可能要拿鐵匠 讓我的大斧頭耐力消耗減少 應該比較容易輸出 那 剩下的是斧頭 有 賺到了 太好了 包包會破 然後我們要項圈 看一下囉 我們現在等它合成 前面可能還弱蠻多的 不過 對方吸血喔 可能會吸不贏耶 黃樂樂加油 黃樂能不能打得穿 有點危險 差一點 差7滴 小可惜 我們前面真的 輸了一會 好 總之 我們開始有大斧頭之後呢 這些小雜物啦 都可以賣一賣了 然後 就要重新再 拍一下包包 這輪大成了一番 我們的幸運草也拿到了短弓 可以 額外加幸運了 來囉 靠它加幸運 然後我的暴擊 累掉100% 這樣子 現在是14% OK 我的斧頭暴擊 然後耐力又減少的話 那傷害又很高的話 那挺不錯的 打力嗎 可以 喔傷害有喔 有出來了 目前這麼少一點點 OK 耐力 接下來問題就是耐力了 這樣子它70%有機率獲得幸運 我放在這個位置非常的好 我們這樣讓這個鐵針 加滿我的小 小寶石們 來囉 這一輪 對方怎麼那麼少東西啊 或者巨鑑賣了很多東西的感覺 暴擊現在7成的話 暴擊已經有49%了 然後我的弓箭也有加到幸運 可以喔 然後這個香圈這樣子 耐力還是光了 耐力有點少 香蕉可能要再一個 OK 可以再一刀 再一刀 下去解決 70滴 這是暴擊 暴擊現在91% 13成91 那1415成應該就是100%暴擊了 而且 這也可以避免我這個 致盲的問題 避免致盲打不到 所以這個組合 欸很棒欸 這完全是補足了狂戰士的缺點 再來對方龍竹 初始的斧頭 耐力 1.6 好 暴擊20幾 暴得回來嗎 我們目前是沒有什麼吸血能力喔 耐力 喔 剛好耗完 可以 最後還是爆了80幾 我要靠這個寶石去補血了 看這個紅寶石 想要先 還是要先裝在上面欸 這個 鐵針這邊 差兩顆 差三顆星 來吧 我們加在短弓上 讓它變更快 耐力 我沒有耐力包 所以現在有點尷尬 先靠一個藥水 有盾的話 我覺得缺很多啦 那對方好像 還沒啥問題欸 打起來越來越順囉 斧頭現在 耐力小 減少暴擊 大概一半 再一個暴擊項圈 兩個的話 這樣應該很容易到達 100%欸 有囉 我先加在這兩把武器上 那 幸運草的話 就加在斧頭上好了 弓箭其實傷害也不高 那反正這邊都有吃到 OK 我連這個槌都爆擊 那 OK 這樣子應該最好了 對方 闖無聊喔 我們現在鐵針是全滿 那一開始傷害就到 24 好多喔 OK 傷害加那麼多 哇 爆擊爆擊 哇很痛啊 OK 我們這個爆擊率馬上 嗯才36 當然6% 幸運只剩三成 雖然狀態都被他偷光光了 但是最後呢 喔 雙燈斧還是達到270 而且很快欸 7秒內就結束了 有喔有喔 我們現在 看一下 寶石 來點吸血的能力 再來 我們加一個吸血手套的傷器 OK 耐力 正常來說會耗完 藥水讓我喝一罐 可以 可以的話我覺得在杯瓶藥水會比較穩 有囉 進入生存喔 還剩三條命 半架的完美藍寶石 買個範圍斧頭上避免那種超高護盾的敵人好了 然後幸運 這麼後期我覺得應該先不用了 應該沒辦法再裝了 等一下把包包扣一扣應該差不多 來吧 東西越來越多 那 都加在 食物上了 也好 我要加武器我覺得夠了 武器耐力沒那麼多 欸 多了一罐 繼續打 喔 90 暴擊有點痛 而且這個 有護甲也直接貫穿100多 這個打一下也是1秒欸 他吃到5個腰包加了50%的速度 哇 好扯 然後暴擊現在100% 欸 現在只要9成就100%了 兩個項圈就是不一樣 那連這個都暴擊 算這個傷害真的很少 這這個只要快 我的短光應該是越快越好 再來 OK 我的 欸 這個放歪了 乳酪沒放好 我現在有兩罐耐力藥水了 最大罐那種 他怎麼是先喝上面那一罐 現在的順序好像有點不一樣 OK 耐力這樣應該挺充足的 對方有盾的還能擋 對方是彩虹 好 咦 沒有問題 現在我們暴擊這100% 加上這鐵砧傷害 真的是挺高的 很不錯喔 跨界組合 那項圈兩個我覺得應該是夠了 來吧 我們這個強度應該很高 對上兩隻黑金龍的龍竹 一次敷兩顆蛋 這個人好狠 耐力藥水喝了一罐 哇 釣水的順序是不是要換 OK 來 喔有 暴擊解決 摘到100 哇 狂暴擊 這個1秒 就有100滴的傷害 這DPS很誇張 算到最後平均是1秒55 達了569 那接下來就是最後一輪了 來看一下這個狀態怎麼樣 四個項圈 然後寶石換大顆的喔 對方 哇 黑暗劍幸運流 這給不了我狀態欸 他這個是不是合錯啦 他幸運會一直累加 但 是挺痛的 現在暴擊率很滿 但是我暴擊也很高 加上我有紅寶石吸血 大堆藥水 洪水喝完了 他沒了 再來一刀 最後一刀 有暴擊嗎 還差一點 啊他無敵了 啊無敵的2秒撐得住嗎 吸不到血 但是解決了 沒有問題 對方組合 稍微有點奇怪 黑暗劍在這裡 沒這麼好 但靠這個短弓 幸運會很高 但他的幸運沒有辦法 做其他的轉換了 哇 打得贏啊 這邊乳酪其實觸發到 沒有很多次啦 光是我的斷照錘 都能爆到40點傷害喔 天命短弓是20點 喔這為什麼錘子可以打到40啊 啊因為我們的富人 可以額外增加一點喔 所以八成蠟加了16點的傷害 喔沒想到打了這麼多 那雖然有幸運來保持 這個都沒辦法打到有護盾的 是有點小浪費 但還是可以讓他冰人啦 那剩下就把他狀態移除 雖然這個移除也不多 而且機率65% 加減 喔但我們這個組合 異界跨界的組合 暴擊率100% 欸真的還挺強的 但是挺運氣的 不過在第一輪 就有蠻多隨機性可以觸發到 加上別的職業東西 挺好玩的呀